台北市已经是目前为止台湾 确诊比例最多的地方 所以对台北市的疫情防疫来说 是非常严峻的 截至周四全台确诊共有339例 其中台北市就有96例 为全台最多避免豁大感染风险 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表示 配合中央规范社交距离 呼吁民众搭乘捷运公车等交通工具 必须戴口罩 如果有发烧咳嗽等症状就不要搭乘 今天会请交通局跟新北市来沟通 是不是在4月9号以后 4月9号新制上路 口罩取得容易的时候 比较容易的时候 我们来做一个强制的规范 协商以后两市会做统一的公告 民众搭公车强制戴口罩 桃园市决定4月9日实施 如果民众不配合 司机可以聚载 台南市也打算跟进 另外随着台湾境外移入 确诊病例升高 黄珊珊建议 半国台人一抵台 可先住防疫旅馆 避免与过多人接触 在他们没有经济负担的情况下 能够一回来先居住在防疫旅馆 而不要先回家跟家人接触 那也不要先回到社区 让社区有可能临性感染的疑虑 媒体也关注 指挥中心周四宣布 一名北部某高级社区 担任保全的本土个案 台北市目前掌握的情况 社区的状况 它如果是保全 它可能有不同的单位 其实在疫调的过程里面 都会匡列出它所接触的人 所以其实社区也不用太过恐慌 台北市也启动健康关怀服务中心专线 主动关怀台北市民 提供相关防疫咨询 并在四月九日开始实施 民众进入台北市公家机关各单位 必须戴口罩 进入校园的校外人士 也必须佩戴口罩 新唐人亚特电视高见伦理 晶晶台湾台北报导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